我就連續流產了三次 水溫差不多六十度 很燙耶 因為老公不會等著 你就聽他在那邊 噢噢噢 然後我打開 一個撞汗在那邊噢噢 我沒想到做了幾次之後 欸 真的就中了 我兒子現在已經十歲了 第一次懷孕的時候是自然的 等於說我們做了再多的事都沒有用 我們還去一個很知名的中醫 那時候你姐姐也有去 我去的時候才發現 好多明星都在那 然後那個醫生就是很神秘 就帶你進個通道之後 然後就說我們這裡比較特別 先生也要進來看 不是只有太太 然後就說那你們夫妻就進來 但我分別說 就說女生要怎樣怎樣之後 就一般嘛 就是什麼的 做鞋要正常這種廢話 那男生就說來 你進來 我跟你講 你每天晚上洗澡的時候 其實張開你的雙腿 用力的把蓮蓬頭往上衝 他就說衝男生的 衝自己的下面 對 衝他的小弟弟 那個 還是衝蛋 蛋 喔 衝蛋蛋 衝蛋 衝蛋這一切 然後就這樣 等一下 是 水 水要躲下 我以後敢吃衝蛋的 他說 他還跟你說水溫差不多60度 衝蛋 60度 因為現在一般的 等一下水溫60度合理嗎 煮熟 合理啊 水煮蛋 很燙 我們現在 現在那麼冷 現在38度 我真覺得已經真的滿 對啊 他就說大概5、60度 不可以太低 5、60度會熟 你知道一般蓮蓬頭 你要調到那個度數 你要到後面去那個熱水器 要特別轉 因為那個轉是轉不到60度 對 可是我們走投無路 我們就只好聽他的 然後就轉 今天老公不會 單純 你就聽他 我們就 我就說好 那大概幾秒 他說 然後就 熱 然後水需要 水柱需要很強嗎 可是因為現在 我們家的蓮蓬頭 不是說會換那種 刻意水柱強的 對 對 所以他就是 等於又燙了 又搶了那個水柱 然後柱完就要立刻 就是你知道要趁他 那還是熱的時候 整個溫泉很滾的時候 然後就是要趕快那個 醒 我們沒想到做了幾次之後 真的就中了 然後第一次就是自然受癒 然後第三年我想說 是不是應該又要再去檢查一下 因為你已經懷過了 這太不合理 檢查也是一樣 就廢話什麼正常 你老公運動遠難 你們就是壓力太大 太緊張什麼的 那我就想說好 那不然我就認真來做人工 因為眼看著也快要老了 然後那就是做人工 結果我就連續流產了三次 每一次流產其實都很傷身體 很傷 而且我覺得是那個心理的折磨 那第二次流產之後我就覺得 換就算了 那兩次試不過三我覺得也夠了 所以後面這些我就再換了一個 然後去他就說那既然都來了不然就驗一下 反正醫院驗孕棒很便宜 我就去演一下 後來出來作者就說好 那我們什麼時候可以開始打針 他說 那個顏小姐不好意思 你懷孕了你知道嗎 你根本還沒做什麼事 對 我是準備去做最後一次的人工手運 結果他就說我懷孕了 所以你這個第二他也是自然 以前年輕的時候是月經不順 但是現在因為結婚之後是生小孩這件事情 就會覺得為什麼別人那麼容易生 我為什麼生不出來 你現在還有在做嗎 有 但因為其實我在2018年的時候 我跟我老公是散婚 就是我跟他交往一個月 我就跟他結婚了 那時候我的目的也想說 我想說我如果要生小孩 反正我都要結 我就趕快跟我老公結 那結婚的當下 我們就是辦好了 就是結婚的手續之後 我們其實就一直都沒有避孕 然後一直到現在已經快要四年的時間 對 然後當然就是剛開始 就是第一年的時候 我覺得就是用很自然的方法 先試試看 穿穿看 就是大家的性生活都很歡愉這樣子 但是就是沒有中 沒有錯 歡愉不用告訴我 如果夫妻兩個就是都沒有避孕 一年兩年沒有中 你應該要做檢查 那當然就是我就是偏方 然後醫院檢查都一起並行 那一開始我也會去醫院就是 看看是不是我身體出了什麼狀況 那當然不是只有女方的問題 我有去拉我老公一起去做檢查 其實所有的程序做完之後 其實我的素質其實還是在滿漂亮的狀態 但是因為我就是做完檢查 知道我自己是多囊性的卵巢 再加上我黃體素有一點不太足 但這個其實都可以加以補充的 對 然後我老公他的那個部分 就是精蟲的活動力比較弱 所以再加上因為我們本來夫妻倆 就是已經有年紀又高齡了 所以就不好著 就是不好懷孕 對 不好著床懷孕 醫生其實一看就覺得說 我們乾脆做寺館比較快 那寺館這件事情 我就想說先緩緩 所以我就是在找一些偏方 那偏方就譬如說 哪個人說哪個廟拜拜一定會有生小孩 那個一定是一定會去拜 那有一個比較荒唐的就是 我有朋友介紹了我一個宮廟 然後他說宮廟就是那個 仙姑幫你開的那個福令 你只要使用它畢生 就是通常一兩個月你就會懷孕 我想說這麼厲害 我當然一定要去 所以我就帶著我老公 一起到了某一個宮廟 然後仙姑就是看 然後就開始畫符 然後用一些香灰 然後弄弄弄 包在紅包袋裡面 折成方形的兩個 他跟我講說 你們晚上就是回到家 跟老公行房的時候 要做一件事情 把這個福令貼在肚臍 過程中千萬不能掉喔 好難喔 可以用膠袋 就是用膠袋 用膠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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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說怎麼會 所以我們兩個在做功課的時候 就是扶著對方的肚臍 因為如果掉了就沒用了 然後也不能換肢 他為什麼不去做試管 要去外開 好有經過 台灣試管 對 我活到這一把歲數 第一次聽到 我不敢講荒謬 我覺得我不敢相信的一種 一種求職方法 對 就是我覺得很荒唐 但是我們還試了一兩個月 就是一兩個月的過程中 就是我覺得這件事情 這樣真的很奇怪 然後我想算了 我朋友說兩個月就會中 兩個月沒有中 後來基本上就是因為我覺得 我本來復刻就不好 我也就是有去中醫調理 那一開始其實就是找比較 就是明醫 就是去有藥水 然後我又溫工 又針灸 其實這樣每個月的花費 我每次去就取七到十天的份 那這樣子 一整個花費下來就大概 他打值還要三千多 所以三千多我一個人 所以我一個月又要花一萬多塊 那對我來講 我覺得這又是一個負擔 而且他調也會跟你講說 不是調一個月 兩個月 可能你要調一年 兩年 所以我大概調了大概 不到半年的時間 我就先放棄 又沒有調 然後直到去年我朋友就是 介紹了另外一個中醫師 那我就還滿固定 就是還不錯的中醫師 就是滿固定讓他調 調到現在基本上我覺得 我的經期就是很穩定 因為我本來會經痛 對 那我就開始考慮就是 做試管這件事 因為我剛剛有講 我是多男性卵巢 那生殖科他有跟我講說 就是如果我要打那個針的話 會比一般人打的針還要多支 所以再加上我老公覺得 他看了很多的女生 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是辛苦的 肚皮油的扎到都瘀青 是啊 然後又不是百分之百一定穩重 所以他就覺得說 這件事情可以再考慮 他不喜歡我 要打排卵真的 對 就是他不希望我 就是去經歷這個過程 再來就是因為最近 不是我們都會打疫苗嗎 那我發現一件事情 我打了疫苗第三劑 打完之後 我的經期又開始打亂了 然後經血來的時候 非常的疼痛 然後甚至血出不來 或者血出來是褐色的 然後我這件事情 我就覺得很困擾 因為我又回復到以前 就是沒有調理的狀態 那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會去問中醫師 中醫師其實他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因為這個狀況是還滿新的 他不知道該怎麼去解決 所以現在我就是 且戰且走 對 真的 是不是 我到底要去做試管還是怎麼樣 但是我現在狀況又那麼差 分享生育這件事情 我有一位 那天一位進來 41歲 其實身材保養很好 他是一個瑜伽老師 他進來說 他以前抱著不婚主義 覺得自己很完美 在半年前遇到一個 難得 他看得上眼的男人 他就閃婚 閃婚之後 在試了三四個月以後 他就想說 那我有點想要小孩子陪伴 他就說 陳醫師我來看看 我到底有沒有辦法 他覺得他30歲開始練身體 瑜伽練得很好 身材也很好 他機能都很好 所以他一定覺得他一定可以還原 大概女生呢 38歲以後 你的卵子品質 數量以及卵巢功能 會比較急速的下降 尤其40歲以後 我們叫斷來時的下降 會很明顯 所以他以為他41歲以來 雖然他是那麼的有希望 我直接跟他講說 41歲你要不要考慮直接做試管 因為在去年7月開始 國家有直接補助 如果你38歲以前去 參與這個計劃案的話 你本來收5萬一次的試管營兒 國家最多補到10萬 那這個女生呢 我就跟他提了這些事情以後 其實他很不高興 他覺得你怎麼可以瞧不起我 身體那麼好 他說你先幫我檢查 我說你要不要直接去試管營兒中心 因為我們合作的試管營兒 因為他一些檢查 跟我這邊檢查一樣 你直接去走那個流程 他很不高興就走了 回去跟他老公討論 他老公也鼓勵他 但是他真的很不爽 他還是去試管營兒中心問 就問了一下 沒有想像中的困難跟麻煩 他這個人個性很急 於是那個月 當場就開始療程 那個月取卵 下個月放入 所以他再隔一個月 就懷孕了 那就我講了 因為他身體狀況很好 其實藉由試管營兒 他減少了一個 第一個 他的卵子的取得 以及胚胎的選擇 本來是比較好的 是好的 但成功率反而會高很多 如果你自然去試 他不一定那麼好控制 剛剛聽到故事 你就聽到一個很有趣的 女生想懷孕 只要身體不好 他都有一個邏輯 我調好一點 再來找醫生 對 成績不好 他說我成績好一點 再去補習 成績不好再去補習 所以你要趕快來 好 身為復科醫師 其實女生的困擾很多 目前講了一句名言 這個 所以男生要懂 但是我遇到更多的是 女生不懂 那其實有時候 病人都會很有趣 40歲以上 不論他是多了 痛了 亂了 煩了 少了 其實他 對啊 對 但是我要講的時候 我們婦產科醫師 比較在意的是 多跟亂 還有痛 這幾個 為什麼呢 多的話常常是病態性的 比如說有肌瘤 或者內膜的病變 它反而是我們值得治療的疾病 亂了其實比較好玩的是 跟荷膜不穩定 常常有關係 所以一來我們會先排除掉 沒有內膜病變跟腫瘤 那大概就是荷膜不穩定 我們調節一下 多數是可以的 至於痛了 常見的是內膜異位症 或者是肌腺症 慢了的話 常見就是所謂的 精血變少 有時候是 像剛剛提到疫苗的問題 那疫苗有個大的狀況 疫苗 之前打疫苗 很多抱怨 月經亂的 但多數的比例是 以變慢跟變少為表現 這個部分可能跟你的醫師討論一下 都是短暫型的 大概三到六個月都會恢復 那最後一個煩了 其實就跟金錢症候群 或者金錢憂鬱症有點關係 其實都找醫師商量 他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解決 我覺得 我就像陳醫師說的 那一張圖表我可能全部都有吧 都有 從十幾歲的時候 我就經期非常的不穩 就是有時候甚至是兩三個月才會來一次 然後量也是有時候多有時候少 我甚至有時候一個月都 都沒有停下來 都流到我覺得我自己都要貧血了 然後而且來的時候又會很痛 然後我媽媽就帶我去看醫生 給醫生檢查 後來就發現 原來我的卵巢裡面有腫瘤 對 然後當下聽到的時候 我媽媽就整個嚇哭了 因為那時候我才 才國中高中而已 他想說 天啊 十五六歲 你才這麼小 就有腫瘤 你會不會活不久了 然後後來就聽醫生解釋 就說這個是 因為我得的是 卵巢的雞胎瘤 這大部分都是屬於良性的 然後那時候我就做手術了 還好評估出來 然後分就是剖開來看 也都是化驗出來 都是良性的 沒有問題這樣子 只是後面陸陸續續 我被這個疾病折磨了非常久 開完不就好了 開完之後呢 沒有 我一直復發 我復發做了四次手術 對 我是左邊長 然後換右邊長 再換左邊長 再換右邊長 一直不斷復發四次 最後一次是在三年前 然後那時候 我已經結婚有小孩了 然後那時候我長到八公分大 然後再加上 我有子宮的肌瘤長了濕疾殼 我就一次去做處理它 八公分很大 很大 超大的 我都以為是不是 懷孕了 對 那時候做處理它是 負相近進去看得到 它的肌瘤 就長得很大一顆這樣 它還把它切開來給我老公看 然後它裡面很可怕 它裡面是會有牙齒 會有頭髮 就是會有一些就是我們 身體發展出來的那種細胞 好可怕 對 然後那時候我老公就是看到 它有沒有嚇到 它整個嚇傻了 然後之後 反而就是因為我已經經過四次 我就已經犀牲平常這樣 然後它就是每 因為它看到那一次之後 它就嚇到 它每一年 然後或是每半年都開始提醒我說 好像時間快到 你要不要再去檢查 等於檢查 對 看有沒有 定期檢查 定期檢查 我目前也只能用這種方法 就是做定期的追蹤跟檢查 其他瘤的話 其實在女性算是一個非常常見的 生殖細胞瘤 尤其是年輕的時候 常見的 非常常見 那肌胎瘤都是幾乎 幾乎我們講說 有成熟性跟非成熟性 成熟性的肌胎瘤都幾乎都是良性的 那年輕女生肌胎瘤的部分 其實復發機會沒有這麼高 不過兩側都有的機會 大概在10%左右 所以我們如果是單側有肌胎瘤 在手術的時候 一定會看對側有沒有這樣 因為不然的話就是會有兩側 要多動一次刀 對 剛才我們看到那個照片 我在猜應該是裡面那個肌瘤 可能不是肌胎瘤 肌胎瘤看起來更可怕 因為裡面會有頭髮 會有牙齒 大部分會有油脂 皮脂腺 那有的時候會看到頭皮 直接長毛髮出來這樣的狀況 那裡面也會有骨頭牙齒的清新 有些比較特別的 甚至還會有甲狀腺在裡面 這些狀況 不過它都是比較好處理的瘤 我們比較擔心的是 如果它變大的時候 尤其是超過7公分以上 因為肌胎瘤 比一般的囊腫要重 它裡面這些油比較重 對 所以它會在肚子裡面滾 如果大於6到7公分的時候 如果產生扭轉的話 那可能那邊的卵巢會保不住 會壞死 對 這種就要比較小心 好可怕喔 那當然卵巢上有瘤的話 可能就會影響到 月經來的一個時間這樣子 沒錯 那有肌瘤的部分 可能會造成疼痛跟量多 所以都有可能會需要處理 不過目前最重要的就是 需要規則追蹤嘛 對 那我要分享的個案 其實也是類似這樣的狀況 也是滿年輕的 30多歲的女生 那她來她就跟我講說 黎醫師 我每次來月經 都像開水龍頭這樣子 是整個血崩的狀況 那其實這種一聽就知道 其實裡面應該是有一些問題 所以我把它掃了一個超音波 裡面看到就是有一個子宮肌瘤 大概5公分左右 可是它長的位置很不巧 她說為什麼我的5公分 有這樣的症狀 我的朋友6 7公分都沒症狀 因為她的子宮肌瘤 剛好壓在我們子宮腔的上面 所以她每次來 就真的像開水龍頭 我說最好的辦法 就是把肌瘤拿掉 拿掉就沒事了 她說要手術 我說我建議手術 她說如果我不要手術怎麼辦 我說那我們就用藥控制 避孕藥是荷爾蒙 我們給了避孕藥之後 就每個月的月經會來的固定 通常量會變得比較固定 比較小一點 那跟病人講說用避孕藥 她馬上說禮止 可是聽說用避孕藥 有很多的副作用 尤其是我還沒有懷孕過 如果我用了避孕藥 會影響到將來懷孕 她說一般使用避孕藥不會 她就說有沒有其他的治療方式 我說那不然我們打停經針 打停經針的話 可以讓肌瘤的部分也跟著縮小 我們知道荷爾蒙被壓低的時候 肌瘤會縮小 她說我現在還這麼年輕 你要我提前更年輕這樣子 我跟她講說停經針 其實只有在打針的這一段時間 有效而已 所以她後來想想她說 那離時不然的話 我們先用避孕藥好了 後來吃了半年之後 有改善一點 可是停藥之後 馬上又像開雪龍頭 這樣子 她又再問我說怎麼辦 我說還是老化 停經針或者是吃 繼續吃避孕藥 或者開掉 對不對 她說我到底要吃多久 我說沒有把病灶 處理掉之前 當然就沒有辦法這樣子 所以後來她還是選擇 有手術處理 手術處理之後就改善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采的內容 記得選旁邊的影片